整棟房屋傾斜外牆消失 还可以见到屋内家具散落遗地 土耳其叙利亚遭遇强症侵袭 随着受困者生还机会越来越渺茫 家属情绪从悲伤转为愤怒 有民众和救难团队发生冲突 甚至有人开枪 德国两个救援团队和奥地利军队就在部队 十一号暂停搜索行动 土耳其军队介入提供保护救援行动才恢复 不过灾民的情绪失控似乎可以理解 就如同这名父亲地震后 他自己逃出来 但四个孩子还被埋在瓦砾堆下 等了五天救援 却是一场空 悲伤话语听了令人鼻酸 不过灾后土耳其乱象丛生 当局已经逮捕四十八名 趁机抢劫的嫌犯 有救援人员表示随着食品慢慢减少 安全局势预计还会恶化 而在哈泰省移动豪华公寓 在地震中倒塌 承包商疑似通工减料 当局在伊斯坦堡机场逮捕 一名试图逃亡的承包商 另外也因为类似通工减料问题 当局居留至少十二人 检察官也对庶民建筑承包商 发布通缉令 华视新闻综合报道 嗨 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